大家好,川普在2月16號昨天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聲明 非常犀利的聲明,這篇聲明不是講他個人的政治規劃 他主要是用來怼麥康奈爾,怒怼麥康奈爾,挺有意思 這篇聲明開宗民意就這麼說的 他說共和黨在麥康奈爾的領導下永遠不可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永遠不可能贏得選舉變成強大的一個政黨 為什麼呢?他說麥康奈爾這個人能力不行 他說他安逸於現狀,不是進取於 然後他缺乏政治上的洞察力、缺乏智慧、缺乏技巧和個性 所以說共和黨在過去在2020年輸掉了參議院的多數黨的地位 主要是麥康奈爾的責任,他還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喬治亞洲這個選舉當中 那次的選舉有兩個共和黨的參議員失去了他們的席位 這導致了共和黨在參議院從多數黨變成少數黨 川普認為主要是麥康奈爾的責任,為什麼呢? 因為麥康奈爾他當時領導的這個參議院不同意 不同意把發放給民眾的救濟金從600塊錢提高到2000塊錢 而民主黨是支持這個做法的,所以說民主黨贏得了民眾的支持 川普認為這個是麥康奈爾所犯下的一個巨大的錯誤 導致了共和黨在選舉當中的失敗 他要負全責,那麼他還懟了 麥康奈爾他說他的家族有大量的 持有大量的中國商業的股份,這件事情是挺有意思 這件事情我確實是覺得這個是值得美國 值得美國人民要關注的,值得大家要警惕的 也值得美國的情報機構、調查機構去把它搞清楚的 川普說麥康奈爾跟中國的商業關係是怎麼一回事呢? 主要是麥康奈爾的太太、老婆趙小蘭 他們家族趙小蘭的父親是一個商業巨頭 好像是搞航運的,是屬於傳王級的這種人物 大概家族的財富大概有個十幾億到幾十億美金 這麼多,而他的家族的生意很多都是以香港為基地的 那麼以香港為基地的很多生意自然的就是跟中國去做生意的 那麼跟中國做生意自然的跟中共那邊的聯繫就比較多 那麼麥康奈爾你佔據著這麼一個在美國的高位 可以接觸到大量的很多很多最機密的這些情報的 你跟中共有這樣的這種經濟上的瓜殼 那是不是會被中共利用起來來做一些對美國不利的事情 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事情呢?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麼川普在這個裡面把它說出來了 更有意思的是川普還講了他對於麥康奈爾的個性的看法 損麥康奈爾損的是特別特別的厲害的 他說米奇,就是麥康奈爾的名字 他說他是一個陰沉的、陰鬱的、沒有笑容的一個政治黑客 就是說這個人他完全是沒有個人的魅力的 共和黨跟他搞在一起只會損害自己的形象 那確實麥康奈爾這個人長的確實不是怎麼討人喜歡的 在選舉、民主選舉當中 一般老百姓他會支持那些比較陽光的看著個人魅力 十足的那種人,麥康奈爾確實不算是有個人魅力的 我過去看著這個人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怎麼會 這麼幾十年在美國政壇長勝不衰 他還能夠成為共和黨的領袖,我也是覺得有一點不解 那麼川普可能同樣的也有這種不理解 川普還說過去他幫麥康奈爾助選 說是幫他贏得了參議院的這種選舉 麥康奈爾個人在參議院席位的這個選舉 他說他是很後悔的 最後的總結就是說,他說在我們這個國家最重要的這個時刻 我們不能夠讓三流的領導人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給麥康奈爾直接貼上了一個標籤 三流的領導人,這個是把他貶損的,相當相當的厲害 川普過去是做脫口秀出身的 怼起人來,那是相當相當的厲害的 這篇聲明一看,從他的這個行文的這個風格一看 這不是由其他的別人秘書代勞的 這就是川普自己他理定的 甚至是川普可能說就是他在他的辦公室裡面口售 然後秘書把他記下來,直接就發表了 具有強烈的川普的個人的風格 怼起人來十分的犀利,完全不講政治正確 也完全不留情面 那為什麼川普對麥康奈爾這麼大的意見 除了他這個聲明裡面說的這些 他的個人品格不行、個人魅力不行、能力不行 會影響共和黨的前途 那麼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麥康奈爾 確實是他個人對於川普打擊的力度也是不小的 就是在這一次的彈劾案當中 他本來剛剛開始的時候,他是否定了民主黨 參議院有這個審理川普有對他進行彈劾的權利的 他說根據憲法彈劾只能適用於那些在任的 還在當官的這些官員,但是1月20號之後 川普已經下台了,已經不在其職了 那個時候已經不是官員了,就不能夠彈劾他了 他是以這個理由否定了 在剛開始的時候想否定這個彈劾案的進行 但是沒有成功,絕大多數還是認為 這個憲法上面有權利來審核彈劾已經去職的領導人 但是在這個彈劾案結束之後 麥康奈爾又發表了一個聲明 說這個雖然彈劾案結束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他這個憲法沒有賦予參議院 這樣的彈劾已經離任總統的權利 但是他認為川普還是要對1月6號的這個暴動 衝擊國會的這個事件要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他認為川普是散布了大量的謠言,進行了大量的鼓動 這些人都是在川普的鼓動下才去衝擊國會的 這個就是對川普的這個指控也是算是非常嚴厲的 而且他還暗示著川普今後 還是可以接受這個刑事或者是民事審判的 對現在的美國的這個政界是比較失望 但是得澄清一下,不是說對美國的制度失望 而是對政治人物比較失望 如果是把美國的這個制度比作是歷史大舞臺的話 那麼這個大舞臺我覺得他的這個基礎還是堅實的 多少人上面去蹦蹦跳跳他都不會垮掉 主要是對於在舞臺上面演戲的這些政治人物 對他們的這個能力,對他們的這個個人的這個品格 有一些失望,當然還要再強調一下 不是跟其他的一些出身的不成熟的民族國家相比 跟他們那些國家的政治人物相比 美國還是相當厲害的 更不是跟中共的這些政治人物相比 跟中共黨員相比,跟中共的那些領導相比 美國的政界可以說是天使 那是天使和惡魔的區別,這兩者不能比 現在主要是跟美國歷史上的像華盛頓、林肯時代的 包括二戰時代的、包括冷戰時代的那些政治家相比 現在的美國政界真是可以說水平是差了一些 事無英雄,遂使素子成名,有這種感覺 不僅僅是民主黨的,也包括共和黨的 這兩黨在我看來現在都沒有傑出的政治家 包括川普也不是傑出的政治家 現在雙方不是在比誰做的更好,誰就能夠贏 不是在搞這種競爭,而是在比誰犯的錯誤比較少 或者是比較輕微誰就贏了,是這麼一個比法 是大家在比誰犯的錯誤更少,是這種比法 舉個例子,我們從1月6號開始,1月6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那天川普的支持者,幾萬人,也有說十幾萬人 也有說幾十萬人的聚集在華盛頓 反正是人非常的多,那個時候川普他是犯了一個錯誤 犯了一個錯誤,他就是發出一個號召,說大家要戰鬥 去向國會去進軍,結果人一到那兒就開始控制不住了 就去衝擊了國會,從法律上來講 川普是不需要負這個責任的 他沒有說你們去衝擊國會,這個不算 但是從政治上來講,他這個是犯了錯誤 從那個國會衝擊一開始 那麼大家無論是民主黨的還是共和黨裡面的 現在多數人都對川普就有意見了,怎麼能這麼幹 這個確實是影響了共和黨他們的士氣了 川普在民間的這個支持度也肯定是有所下降了 那麼川普他也意識到了這是犯了一個錯誤 所以說後來過了兩天以後,他不得不站出來 公開的譴責衝擊國會的這種暴力 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那就是說明川普他當時失策了 如果是川普在對民眾講話的時候 把這個遊行抗議的規則說得清楚一點 告訴大家必須得保持和平,必須得遵守法律 如果是做到了這兩條,那麼多的人把國會包圍起來 給他們形成心理上的、道義上的這種壓力 那個是非常有效的,那麼即使是那一次的結果 這個選舉的結果改變不了,那不要緊 川普的這個支持者大家就有一種 佔據了道義高地的這樣的一種感覺 有了這種感覺就會增強他們的凝聚力 這個凝聚力增強了,那麼川普今後 即使是走出白宮之後 他在共和黨內的那個聲望不會削減 2024年捲土重來也未可知 那即使是這個精力不夠了 他也可以以教父的這種身份 以精神領袖的身份去推舉他認為 他認可的那些政治人物 就包括他自己家族裡面的 他的女兒、女婿、兒子、兒媳 這些也都是挺有能力的人,推舉他們出來從政 也可以推舉他所看好的 共和黨其他的一些政治人物出來從政 那麼他就可以佔據到這樣的一個歷史地位 在政治上也算是成功,並不見得一定是要 自己坐在白宮的椅子上面才算是成功的 能夠左右一個國家的走向 能夠左右一個政府的政策,這就叫成功了 他如果是當時在1月6號的時候多說幾句話 那麼就有可能就奠定這個成功的基礎 或者是他乾脆自己就走到國會山莊面前 去指揮那些人,告訴那些人 大家都合法的、和平的來進行抗議 來給他們從道義上面施加壓力 那也是一種勝利的方法 但是他當時只是籠統地說了幾句 就是說你們要向國會進軍,要戰鬥,不停地戰鬥 這個一說就給那一群沒有完善組織系統的那個人群 就給他們有一種錯覺,就有一種這種鼓動性 這個在法律上面肯定是抓不住什麼把柄 但是在政治上面肯定是丟分了,所以說過了兩天之後 川普他也感受到了這個丟分的壓力了 他不得不站出來自己譴責 說是衝擊國會這種暴力行為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自己站出來譴責,這就說明他當初做錯了 那麼這一做錯把川普本來可以擁有的 這樣的一些政治實力,這個政治基礎損害掉了 所以說1月6號之後的那段時間 可以說是川普政治生涯當中最低潮的一段時間 還好後來民主黨救了他一把,怎麼救呢? 那民主黨後來又犯了一個錯誤 用他們的錯誤來抵消川普所犯的那個錯誤 民主黨犯什麼錯誤呢?就是彈劾川普 那個時候川普他已經是陷入低潮了 他的支持度已經降低了,在1月6號之後 他的支持度已經降低了 尤其是那些共和黨裡面的溫和派 對川普的支持已經降低很多了 那個時候民主黨如果是佔據道義上面的高地 政治上高地的話,那麼那個時候就發一個聲明 對川普做出一番的譴責 然後告訴大家今後不能這麼來 然後再告訴共和黨人那些溫和派 咱們要團結,要維護美國的法治 要維護美國的民主的基礎 發出向共和黨的溫和派伸出橄欖枝 而對川普進行延遲上的譴責 就告訴你你做錯了,但是我們這次不追究你 如果做出這麼一種姿態,又是和解的姿態 同時又對川普個人和他的鐵桿的支持者 進行這樣的一個打擊,那這個民主黨他就贏了 從策略上來講他就贏了 但是民主黨沒這麼做,要想把川普通過彈劾 來把它給幹掉,但是這個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嘛 因為川普再大的處他也是共和黨人 川普他再大的處他也有一些鐵桿的支持者 那麼共和黨內部的那些建制派 他也不敢得罪川普的這些鐵桿的支持者 所以也不敢讓民主黨,也不會去讓民主黨 一家獨大來取得勝利,如果是彈劾川普成功了 那麼民主黨等於是他取得了一個大勝 他取得大勝對於共和黨那肯定就不利 對共和黨整體不利,所以說共和黨怎麼會跟他們配合呢? 那個時候即使是共和黨裡面再討厭川普 他們也不會跟民主黨在這個遊戲上面配合 所以民主黨彈劾川普那是必敗的 當然民主黨他們也沒有失望,沒有感到挫折太長時間 很快共和黨就犯了另外一個錯誤 去彌補了民主黨過去犯錯誤所造成的 對民主黨的損失了,犯什麼錯誤呢? 就是共和黨裡面的一批人包括麥康奈爾 對於川普又是開始進行攻擊了,開始進行譴責了 說他雖然逃過了這一次的彈劾案 但是他還是負有鬥義上的責任,他還是錯的 甚至還有可能負上行事上的、民事上的責任 那麼這麼一做就必然的引起一個結果 就是共和黨內鬥 大家都知道川普的個性一定是會還擊的 那麼共和黨一內鬥,對於民主黨來講 這就是一個好消息啊,內鬥的結果 如果是川普贏了,成為共和黨控制者 成為共和黨的領袖,當然對民主黨肯定是不利 但這種情況我前面也講了,這個可能性比較小 那如果是建制派徹底的贏了,把川普徹底打壓下去了 那麼共和黨重新團結了,這種可能性也是極其小 那麼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雙方勢均力敵,各不相讓 那麼按照川普的性格,他就極有可能組織第三黨 那麼美國的這個保守勢力,右派那就分裂了 分裂成兩個黨了,兩個黨所得到的支持 這個就各自的都變小了,那麼民主黨他就會一黨獨大 這個對民主黨就有好處了 在彈劾案失敗之後,民主黨內部肯定是感到非常的挫折 佩洛西氣得直拍桌子,民主黨他們也沒有感到挫折太長時間 很快共和黨就犯了另外一個錯誤,去彌補了 民主黨過去犯錯誤所造成的對民主黨的損失了 犯什麼錯誤呢?就是共和黨裡面的一批人 包括麥康奈爾對於川普又是開始進行攻擊了 開始進行譴責了,那麼這麼一做就必然的引起一個結果 就是共和黨內鬥,大家都知道川普的個性 他一定是會還擊的,那麼共和黨一內鬥 對於民主黨來講,這就是一個好消息 那內鬥的結果,如果是川普贏了 川普贏了,成為共和黨控制者,成為共和黨的領袖 當然對民主黨肯定是不利,但這種情況 我前面也講了,這個可能性比較小 如果是建制派徹底的贏了,把川普徹底打壓下去了 那麼共和黨重新團結了,這種可能性也是極其小 那麼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雙方勢均力敵,各不相讓 那麼按照川普的性格,他就極有可能組織第三黨 那麼美國的保守勢力,右派那就分裂了 分裂成兩個黨了,兩個黨所得到的支持 這個就各自的都變小了,那麼民主黨 他就會一黨獨大,這個對民主黨就有好處了 所以說現在美國的政界真是不知道怎麼搞的 跟美國歷史上的這些偉大時代的偉大人物比起來 真的是差得太遠了,但是我也比較樂觀的就是 美國這個國家,他的人才是非常多的 只不過是正好在這一段時間 那些第一流的人才都沒有往政界裡面去發展 都可能去幹其他的事情去了 我相信當美國他們所面臨的危機越來越大 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那些第一流的人 他就會站出來來進入政界,想來領導這個國家 那個時候美國就會真正的重新偉大 那麼川普他只是第一個站出來嘗試的人 是從體制外走進體制內,雖然他很多毛病 雖然他犯了很多的錯誤 但是我覺得這種嘗試是代表了美國的一個方向 就是那些原本不在政界的人物 今後當他們感覺到這個國家對他們召喚的時候 感覺到全世界這個危機,美國的危機的時候 他們會站出來,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感想 現在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下期節目再見